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荔枝人生 我是雪青 我就知道喔 強哥 為什麼我們的節目 要叫荔枝人生 這是一個新開的節目 因為人生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那我覺得我自從決定從政以後 遇到很多很特別的人生風景 二十幾歲選高雄市議員 然後選書以後沉迷網咖 後來遇到了馬英九 成為發言人 那在九月的國貴議長 官說司法又下台 那這一連串的一些 風風雨雨的過程 其實我是一直想有系統的 有個機會可以跟網友們分享 就是在這一路過程當中 我怎麼透過自己的人生的 從政的歷程 來看台灣的故事 所以大家今天特別取名 這個荔枝人生 其實網友建議的名字 我覺得還蠻棒的 我如果看到投票 對 我們投票 大家投的這個名字 荔枝人生是 取名諧音是荔枝 荔枝人生 但我們今天節目 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小亮點 就是我們節目都會 我們的助理主持人 我們的荔枝格格 荔枝格格 荔枝格是一隻荊棘 那我們特別幫他打造 一個小小的格石院 讓他來陪我們錄節目 剛開始本來我們在試錄的時候 他是在這邊玩 可是他現在玩一玩 他想要回到自己的窩 所以 第一次都害羞一點 對對對 那看以後 反正他看他高興 他如果要待在窩 要在這邊 還是在走來走去 那就是我們的助理主持人 基本上是很隨興 不用發聲 所以這是第一 我們開立志人生這個節目 我希望能夠告訴大家 點點滴滴的小故事 那強哥是不是就講一下 你為什麼從政 然後從政以來有沒有遇到一些 你難忘或感動的事情 我現在每一個人 從政都會有一個起點 就是也都會有他最感動的時刻 那比方說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從政最感動的時刻 是不是 浮選馬英九 選上總統的那一刻 是嗎 假設你 那當然是啦 贏了 贏了 那當然贏了 有贏了的那種開心跟興奮 但是其實對我來說不是 對來說其實在從政這一路上的過程 有一件事情讓我非常的感動 那這個故事我要稱之為 天堂的門票 那什麼叫天堂的門票 那我就來考考兩位 就是學青跟直斗 你知道就是在台灣 我舉個例子 如果說今天父母親 留下來的是財產的話 請問小朋友要不要繼承 當然要 要 但如果留下來是負債怎麼辦 要不要繼承 可以拋棄吧 可以拋棄 可以拋棄 好 這問題來了 在2008年之前 台灣曾經出現了一群叫做 揹債兒 什麼叫揹債兒 就身上揹了非常龐大債務的小朋友 那那些揹債兒 他們的債是怎麼揹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件事 就是在2008年以前 我們台灣的法律 我們的民法的繼承 就是如果你父母親留下來的是財產的話 你可以繼承 當然會繼承 但如果留下來是負債的話 要不要繼承 就看你有沒有 好像要意願生命 說我要拋棄 你要看有沒有宣布 拋棄這個繼承 好 可是問題來 他三個月內要拋棄 好 可是你去想 一般的人 如果說今天父親如果留下的是 一千萬的財產 他當然會想繼承 對啊 但是如果父親留下是一千萬的負債的話 他通常是不會繼承 一般的人 可是為什麼就是這社會上 就是有一群人去繼承了這一千萬的負債呢 為什麼 嗯 實際上他那麼笨嗎 還是說他今天想要去什麼 以前的概念 負債止償嗎 他為什麼會想要 來不及拋棄 答對了 大多數人是來不及拋棄 因為三個月的那個法定期限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這個法律 所以他就出現很多很荒謬的現象 就比方說 假設一個小朋友 他可能從小 幾歲大 父親就拋架棄子 就離開了 完全不盡父親的責任 那音訊渺然 完全不知道他人在哪裡 可是呢 有一天突然 可能他長到十七八歲 突然就接到法院的通知 這通知同時通知他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的父親已經過世了 對 那個負債你要繼承小孩 那我就會問 你覺得對這個孩子公平嗎 不公平 非常不公平 那還曾經發生過一個 也是很離譜的例子 就是一個大概六歲大的小嬰兒 六歲大的小嬰兒 為什麼會背幾百萬的災物 為什麼 他沒辦法拋棄 他懂什麼拋棄 他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 但他的監護人 他的媽媽 可能就是先生往生 他正在非常悲痛的 處於他的後事 那他也不懂法律 所以他就沒有去辦拋棄 那這個六歲大的小嬰兒 就要背父親的災物 背一輩子 所以這個法律其實是 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那那個時候就有很多的背債額 就如同行走在人間的煉獄 就想說問說比如說學青 假設你今天平宏丟下來 你才一個幾歲大而已 你就身上背了一千萬的債務 你覺得你人生怎麼辦 就完了 就完了 我就會去賣香腸 賣香腸 就不用繳稅那一種 我就管他了 就答對了 答對了 就是說你要去 你可能要做一些根本收入 不會被人家發現的事情 可是像這樣的一個 不公不義的法律 那幾十年來 其實台灣很多的背債額 真的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真的非常的悲慘 人生很苦 直到有一天 就是在2007年 那時候馬英九在參選總統 那時候我是他的發言人 發言人的話 其實不只是幫他講話 很重要是幫他收取資訊 所以我們出去的時候 我都是坐在車子 坐在他旁邊 那我都幫他看報紙 看社論 看各種的各方面的資訊 就有一天我就看到 報紙上有一篇文章 是一個叫做 陳業欣的法官 他寫了一篇文章就是說 誰能救救悲哉 那他是一個法官 所以他經常會接到 很多的民事的案件 他其中他覺得 他最痛苦 也覺得最憤怒 也覺得最無奈的 就是接到悲哉的案例 他認為是個不公不義的法律 去傷害這些無辜的人 你要知道 今天什麼樣的人 會背到這個債 請問是社會上 優勢的人懂法律 還是劣勢的人比較懂法律 通常是優勢的 優勢嘛 優勢有資源 他也可能有比較 可能有法律的幕僚 或是法律的顧問 所以 比較社會階層比較高的人 他其實比較容易 知道這個法律 但越是越弱勢的人 他越不懂法律 他越容易受到 這個法律的 所謂的一個迫害 所以這是一個 非常不公平的法律 那那個法官就是呼籲說 有沒有誰可以救救這些悲哉 連法官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只能判說 那我就舉個例子 我就跟紫斗一樣 你是法官 請問你接到這種悲哉 案件你怎麼辦 如果法律是這樣寫 那真的沒辦法 你只有判而已 當然他還做了別的事 這個法官真的是 非常棒的法官 他後來有些訴訟 就我所知 他就停止訴訟申請事件 但是大法官好像那時候 也不處理這個事件案 所以就讓這個事情 就一直擱在那個地方 就越來越多的悲哉而好 就是叫天不應 叫地不靈 那我看了這個文章之後 當下我是非常非常難過的 那我就對 坐在旁邊的馬英九說 我就說 我都叫到市長 那時候還沒選上總統 我說市長 我們都是學法律的人 我們可以去看到 這麼不公不義的法律 去迫害無辜的弱勢者 我說我們難道 不能為這些人做些什麼 因為這個法律實在 太不公平了 這種法律存在的目的 只有一件事 就是懲罰不懂法律的人 而不懂法律的人 多半是弱勢的民眾 我說我們怎麼可以容許 這樣的法律 繼續去傷害這些 無辜弱勢的民眾 那馬總統那時候 聽了也非常的感動 他就說好 我們來看看 能夠做什麼事情 於是他就指令我說 去負責去研究這件事 那我就打電話給 陳葉新法官 也打電話給 陳常文律師 然後跟他們請教說 如果我們要解除 這個悲哉的自顧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 那聽了他的意見之後 我把它整理成一個意見 告訴了馬英九 那馬英九 也親自打電話給 陳法官跟陳律師 那最後他就下一個才是 要我擬一個政見 向社會大眾宣布 今天如果我馬英九 當選總統 我的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要解除這些 悲哉的身上 悲的這個 不公不平的一個 那個重擔 那我開了記者會宣布之後 後來馬總統就當選總統 那我也很感動 當選總統他沒有忘記這個承諾 當選沒多久就跟我講說 不要忘記我們還有一個承諾 你要去幫我去盯著 就是悲哉的這個法案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 一定要想辦法去解除 這個不公平的一個制度 所以後來就成了 拿了他的另一件 我就開始跟立法院溝通 那因為當時國民黨立委 是多數的立委 所以後來就溝通就很順利 可是溝通過程當中 我也開始發現說 為什麼這個法律 那麼多年其實改不了 要不要猜猜看 學姐猜猜看為什麼 不知道 其實是有些壓力團體 有些銀行要收錢 答對就是銀行 其實主要是來自於銀行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如果說 一個背債背了一千萬的債 對不對 雖然它其實也還不出來 但是第一個 還不出來還是可以列在 上面的一個負債 如果今天直接把它免除掉 就變成呆帳 對它的資產負債 會有些影響 那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說就算要還不出錢來 對不對 我可以每天掐著你脖子 對不對 強制執行你三分之一的薪水 多少擠檸檬汁 還是可以擠出一點 所以因此變成是 銀行有很多的一些意見 使得這個法律基本上被割子 可是因為我就拿著 馬總統的令箭 說難道你要讓馬總統 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跳跳嗎 對啊 很多立委聽了以後也就願意配合 那其中當然我要特別提一位立委 就是謝國良立委 那個時候我其實我主要是在跟他溝通 這件事情 那謝立委很特別 就是他的家族其實也是銀行業者 可是他聽到這件事情 他馬上就是說 他真的覺得這是一個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他一定會努力的來 想辦法去協調這個法案 那後來當然很成功的 就這個悲哉兒的法案通過了 那通過的那一天 我很開心也很感動 我回去就跟我太太說 我說今天有一件我很開心的事情 我太太說什麼事 我就把悲哉兒這事告訴他 那我太太就說 恭喜你拿到了天堂的門票 所以這就是我講天堂門票的一個故事 那你看2008年到現在12年了 其實這12年就再也沒有 悲哉兒的這個事情發生 那甚至對於過去的悲哉兒 後來也溯及記憶網面 除了他們的負債 所以說就直接過去的就變成了 所以過去也都沒有 所以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說 當然你可以講 尤其這12年來很多的悲哉兒 可能他並不知道自己會變成悲哉兒 如果這個法律沒過 有些人會變悲哉兒 但是因為法律根本就是已經改了 所以本來可能成為悲哉兒 他不再是悲哉兒 但他自己會知道嗎 也不知道 他絕對不知道 你們就 可是這件事情誰知道 我知道 馬總統知道 對不對 上帝知道 所以我就說 最感動其實是你真的創造了一些改變 而且幫助一些無辜失的人 解除他身上的一個重擔 這就是我講說悲哉兒的這個故事 強哥其實我之前因為大學讀法律系 所以我們有在讀民法繼承的時候 也有讀到這個就是 拋棄繼承被修掉 對 然後我那時候 你們那個時候已經修了對不對 對 已經修了 但是那時候其實我們在讀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但是因為後來聽到你分享故事之後 我才知道說 原來這是你推動的 然後我有回去跟我大學的朋友講 然後他們都覺得 哇 就是做了一件好事 而且沒想到是我們身邊的人 就是實際做到的 我在08年那時候是要考大學的時候 我只知道說法律改了 所以我背的東西不見了 就是我那時候感覺就是這樣而已 因為我們離那個基層的那個 可能背在那些人還是比較距離比較遙遠 所以從政者所未何時 其實我覺得那份初衷很重要 我覺得我自己 這一路上走來 其實最開心的事情就是 我真的見證了很多 我自己親身參與的一些改變 那改變的時刻 可能改變了台灣的 未來的某些航向 那有些是可能是改變了一些 落苦者的一個命運 那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個故事 立志人生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